就這麼一夜之間翻盤 在九合一大選之後 國內的藍綠版圖已經不一樣了 那麼再到台北市議會來看呢 其實這一次藍綠的席次都沒有過半 國民黨跟民進黨還只差一席 這也讓議長寶座的爭奪戰更加的激烈 而藍營除了議長吳碧珠將會角逐連任之外 民進黨有多位資深議員 也出現要參選議長的聲浪 現在國民兩黨都敢在12月25號就職之前 要積極結盟五黨籍跟小黨的議員 九合一大選落幕 民進黨提名的台北市議員漂亮全淚膽 綠營席次增加到27席 也讓議長吳碧珠16年來穩當當的寶座出現危機 在這個政治要求新求變的大氛圍底下 當然有很大的企圖心 要積極來爭取台北市議會議長席位這樣子 我當然就是要把副議長席位放空 就是副議長要讓給其他任何能夠結盟的對象 這個當然這是一個唯一的策略 唯一把副議長席位讓出來才有可能結盟 不只連任六屆的議員李建昌率先表態 民進黨多位資深議員 包括黨團總召劉耀仁也在臉書上說 民進黨這次差五票就過半 合縱連橫的機會可能性很高 更直接展現企圖心要參選議長寶座 我想民進黨也沒有這麼大的野心說 議長副議長全部都我們拿了 不可以啦 那在於副議長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放棄任何種形式的可能 可以是藍的 可以是其他顏色的 就像柯文哲一樣 我們包含各種可能性 話說的保守議員強調黨內最近將征詢政府議長的人選 積極爭取小黨支持 而藍營部分雖然多了民進黨一席 一樣沒有過半 除了議長吳碧珠將爭取連任之外 李鑫 陳錦翔也有意角逐副議長位置 在國民兩黨都沒辦法過半的情形之下 那麼可能你就要尋求有黨跟無黨籍的支持 國民黨更嚴峻啊 國民黨如果沒有跟他理念一致的黨政黨 比如說新黨還有無黨籍的支持的話 一樣 議長付議長都沒辦法拿下寶座 12月25號就職當天即將選出下任議長 議會的龍頭寶座成為九合一大選的延長賽 而如何爭取新黨和無黨籍的結盟 贏得過半席次成為國民兩黨擊破性的課題